其实文化资产它就是很生活的东西 它就是以前的人生活过的场所跟痕迹 透过不同的当代创造跟它不同的互动 那以便于下一个世代依然认定它是珍贵遗产 是全台湾文化资产 它有超过四文集都在台北市 不是好像历来的市长 甚至中央有关如果结构式的历史结构的补助 都会很集中在大稻城 大稻城是因为已经有很多太多惨痛的案例在前面 然后它又在台北 从台北看天下 天下也好像都在看台北的那种感觉 不管是都市规划的专业者还是公部门 就会开始觉得说 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些尝试 做一些小改变 那它会是一个非常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不过看到这个资源重复的注入 可是并没有看到每一次的这个尝试 讲究到一个极致的这个结果 那我会觉得是有几个盲点 我觉得现在所有都被样板化 标本化 比方说它的内容 它必然是要讨好观光客 变成主要的几乎都是经营参与 或是这个影片拍摄 或者到最后就是清创的一种基地 那我们到底是希望它单纯是再活化 还是要再利用 我们看待文化资产其实 有一个比较危险的角度就是把它神圣化 就是觉得说 它是一个指标 然后大家要来学 这样才叫做成功 我觉得未必是这样 因为其实文化资产它就是很生活的东西 它就是以前的人生活过的场所跟痕迹 就是这个地方发生过的故事 那那个故事 其实在社会的变迁 难免会没有办法说 在同样的一个空间 我们一直用同样的使用方式去使用它 这个是必然的 也不用强求说 以前卖南北杂货 它就永远要卖南北杂货 那只是我们留下来这个房子 它就是留了一个讲故事的机会 不管它现在是文创式咖啡 或者是以后是什么 那至少它以前走过的这些痕迹 如果有留下来的话 这是一个层次的厚度 当我们面对遗产 其实最重要的态度就是 应该扩大跟它互动的可能性 那当然可以完整保留是最好 至少是好要再透过不同的当代 创造跟它不同的互动 那以便于下一个世代 依然认定它是珍贵遗产 而且可以从有形的资产 创造出更多的无形资产 文化资产保存 其实到现在大部分也都还是 所谓的单点独动式的 这一栋有价值 那它被留下来 其他的就是可以去发展 开发或是更新 那一直 我们没有办法在台湾看到 像比较多 比方说日本或者欧洲 会用一个比较面状的 先不要谈面状 甚至现状的那种都没有 如果我们作为文化资产的 从爱好者 拥护者 一直到研究者 我们到底面对拳头最大的 权力最大 位阶最高的 我们的Veto Power 除了一直不断地诉说 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可能 其实一代一代的金的人 不管是不是专家学者 即便是一般的民众 他也会觉得他应该要有权利 对于不管是公共也好 私有也好 只要是存在于 这块土地上面的空间 有一点话语权 那这样的声音跟这样的力量 越来越集结 其实是会去松动体制 是会去挑战现有的法规 我们在全台湾不同的角落 其实都可以用一样的思虑的 这个过程去衡量 自己要怎么样保存 自己觉得值得的文化资产